家裡沒有同意這樣 然後就反正結婚 以前是強烈反對啦 但現在是不反對也不同意 有進步 對 但我相信會越來越好 但因為我相信父母都是愛孩子 他們都擔心 但是都到這節股點了 也只能 對啊 我都34歲了 C'mon 我相信父母一定是祝福的 只是他們會覺得有點 驚嚇吧 而且我一時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你們有求婚這件事嗎 沒有 你有帶錢去耶 你剛才有 哈哈哈哈 哪個女孩的夢想 就是要有一個驚喜啊 或者是 但他就是沒有 所以他那時候是怎麼說的 他禱告來的時間 對 聽說上帝在我們7月7號要結婚 你都不怕是要牽牌 我後來有禱告說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給我一陣 從那天之後我 我每天都看到慈慈 包括去加個油也777 嚇死我了 而且是自助加油耶 包括 停車也是 我就開車下三床 B1是那個特斯拉的那個車尾 然後就77 地板線77 那因為我不能停 因為我們不是特斯拉 那反正我們就再下一層樓 繞繞繞 都沒有車尾 愛神想說 好啊 你如果真的是 你真的想要這樣子搞的話 那就 你下一層樓也來個77吧 我不相信你 D2還有一個77 我們就這樣走走走走 就開始空位 我們全部全車的說 別鬧了別鬧了 一開過去 77 反正就是因為停車位而結婚到 也不是啦 也不是啦 就是 真的太多印證了 甚至到現在還是 昨天打開LINE 打開 降雨機率77% 你有看過降雨機率77%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我們都結了 接下來的印證處 第一是小孩 不是 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耶 我們就後來就過了嘛 就因為7月7號才發現 他沒有打診證 他就是一個 以為人道就可以 就可以結婚的一個 很可愛的小男孩 那小男孩的新聞會覺得很烏龍嗎 有點被嚇到 因為想說沒有的事情 竟然是獨家 想說那個獨家也太獨了吧 都沒有求證 或者是 我覺得這樣對公司很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民視是我覺得 我出道20年以來 最有人情味的一家公司了 他照顧每一個演員 照顧每一個公司的藝人 其實很多外面進來的演員 都會跟我說 我在民視拍戲真的很幸福 真的有家的感情 是不是 真的 黃文綺要說話啦 是不是 對啊 哈哈 等一下就 等一下就黃昕姐給我 那我覺得 會爆出這個 無中生有 也許 你可以賺到一些點閱率 但是 這樣不好啦 這樣真的不好 對啊